这个枪炮声多到吓人的地方 就是哈尔科夫边境的沃尔城斯克 乌克兰边防部队公布作战镜头 显示双方确实存在这里 转开巷战 乌克兰士兵沿着墙角谨慎前进 整个过程却显向还生 一名乌兵才走到角落边探出头 没想到下一秒 就差点被子弹打咒 这里几乎所有地方都听得见近距离枪响 CNN记者以噩梦形容哈尔科夫的现况 因为他一路所见都是残破景象 采访团是在礼拜四跟随哈尔科夫警察的脚步协助撤离居民 结果还是碰上更多轰炸 这个地下室躲了一对老夫妻和他们年迈失聪的母亲 居民说因为前一晚感受炮火升温 才决定打给警察安排撤离 不像昨晚很可怕 大家都在说有大爆炸 比较好就要脱离出 85 当天他们也遇到无人机在上空中盘旋 镜头拍下至少三架无人机在上方飞来飞去 不过当下因为难以分辨无人机来自哪一方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只好先躲再说 俄罗斯10号起从两路进攻哈尔科夫边境 为了稳定军心 泽伦斯基还是冒险到哈尔科夫视察 他强调这里虽然危险 但情况趋于稳定 其实北约也高度关注哈尔科夫战况 但初步评估 俄军的兵力不足以取得战略突破 俄罗斯人们并没有数据 表示盟军都在加强输送 但要帮忙 相信乌军可以坚守阵地 面对俄罗斯不断崛起的野心 北约也上井发条加强演练 在波兰举行名为快速反应的演习 这回共出动9万士兵 133辆的坦克 各级533辆的步兵战车参加大首军力 不止波兰 紧邻俄罗斯的爱沙尼亚 也有相关的军业 该国女总理亲自视察之外 还大呛普京 被爱沙尼亚总理形容是疯子的普京可是受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热情款待 最怕双方在军事上密切交流为俄乌战增添变数 俄罗斯企图从乌克兰东北部另辟战场但乌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开始加强轰炸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 最新曝光的卫星照显示 基地上有大片焦黑痕迹 至少炸毁了三架恶军战机 李星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